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非洲的政治谋杀 请详细介绍有关非洲的政治谋杀的相关讯息与背景 非洲的政治谋杀是一个深具争议和悲剧性的主题 其背景与情况繁多且复杂 在许多非洲国家 政治谋杀是一种用来消除反对派 维护政权稳定或引发政治变革的手段 非洲的政治谋杀有许多著名的例子 其中最知名的可能是刚果的首任总理帕特里斯 卢蒙巴 他在1960年刚果独立后不久就被暗杀 这起谋杀案涉及到了包括比利时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外国势力 卢蒙巴的死引发了剧烈的国际反响 并导致刚果陷入了长达五年的危机 另一个例子是南非反种族隔离斗士克里斯·哈尼的暗杀 1993年他被一名右翼极端分子刺杀 这起事件差点使南非陷入全面的种族战争 然而纳尔逊、曼德拉的领导和调解 使得国家对避免这一危机 在非洲 政治谋杀的原因和动机多种多样 包括权力争夺、种族和宗教冲突、外国干预等 这些谋杀案通常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并对该国的发展和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政治谋杀在非洲的普遍存在 反映出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存在的问题 如权力过于集中、法治不健全、社会矛盾激化等 因此 解决非洲的政治谋杀问题 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 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法治 解决种族和宗教等社会矛盾 关于非洲的政治谋杀还有哪些相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非洲的政治谋杀事件在历史上不乏其数 以下是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 一、帕特里斯、卢蒙巴、刚果金的独立领袖 他的政策偏向社会主义 并且强烈反对殖民主义 1960年 他被政变推翻并被捕 次年被处决 他的死被认为是冷战时期 西方和苏联争夺非洲影响力的一部分 二、托马斯、桑卡拉、布基纳法索的革命领导人 他在1987年的政变中被谋杀 桑卡拉的政策以反对贪腐和推进社会改革为主 他的死被认为是由于他的政策 与西方的经济利益相冲突 三克里斯、哈尼 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政治家 他在1993年被极右翼分子暗杀 他的死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力抗议 并加速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 四被图 卡鲁基、卢旺达的反对派政治家 他在1994年的飞机被击落中丧生 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引发卢旺达大屠杀的导火索 伍皮埃尔、恩库鲁马、几内亚比绍的总统 他在2009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暗杀 他的死被认为是军队和毒品贩子 试图控制国家的一部分 这些事件揭示了非洲的政治谋杀 与国际政治、经济利益 以及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密切关联 关于非洲的政治谋杀对于今天有什么影响 非洲的政治谋杀对今天有多方面的影响 一、社会不稳定 政治谋杀经常导致社会不稳定 人民在恐惧和不确定性中生活 这种不稳定性可能会导致投资者撤资 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二、权力真空 政治谋杀可能会创造权力真空 这种情况可能会引发内战或者更多的政治暴力 权力真空也可能被极端主义者或者外部势力利用 进一步破坏社会稳定 三、领主发展受阻 政治谋杀通常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健康 这可能会阻碍民主的发展 如果政治领导人可以被暗杀 那么公民可能会对参与政治活动感到恐惧 这可能会导致公民参与度下降 民主发展受阻 四、负面国际形象 政治谋杀可能会导致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受损 这可能会影响该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也可能会影响国际投资者和观光客的信心 五人权问题 政治谋杀通常涉及到严重的人权侵犯 这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 并可能导致经济制裁或其他形式的惩罚 总的来说 非洲的政治谋杀对今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 民主进程 国际形象和人权保护等方面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